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AM1月17号的更新内容 前一支攻略影片我们提到了 本周的重点就是饰品 龙之水晶的祝福能力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祝福的合成 以及祝福的能力为哪些 先来看一下祝福的合成吧 他需要使用两颗强化值一样 属性一样的水晶进行合成 比如说加三祝福的地龙水晶 就需要使用两颗加三地龙水晶白的去进行合成 就跟其他饰品之前的合成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那能力值也是跟其他的饰品计算方式一样 一颗祝福的加三就等于一颗白的加四属性 那你会说靠杯我才刚把这个水晶点爆 因为没有人想到会出祝福的吗 那就都点爆了怎么办 没关系你的困扰NC想到了 他帮你出了周末水晶保底以及水晶盒制作 四属性的加五水晶制作 需要使用180个该属性的水晶箱就可以进行制作 每一个属性可以做一颗 另外你可以使用3000钻 就是44个材料 去制作45个四属性的水晶盒 然后每一个盒子每一个属性可以做四箱 这个是比你买商城的装备盒还要划算一些些 所以这边他帮你想到这个配套措施 你需要加五祝福吗 在这边 另外你说如果我是加六怎么办 因为加六的不好点吗 没问题 他也帮你想到了 加六水晶的几率制作 这边就是可以使用加五的水晶 再配合四屏保护卷轴250张 几率可以提升到加六 好这个这个比较硬 我是建议其实一般的玩家 只要加五祝福就是完全毕业了 因为你获得决胜一级 那个关键属性吗 好这就是祝福龙珠水晶的能力 以及合成方式 这支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 也祝你们各位顺利的上到家五祝福 好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 拜拜